其實他的作品到後面是很難的 精神上很難很難承受 不可承受之壓力 音樂會的開場我們為大家帶來 蘇柏特的Cortezza 中文的翻譯就叫做斷章 原因是因為蘇柏特在1820年12月的時候 他完成了我們要演出的這首第一樂章之後 在第二樂章又多寫了41個小節 可是就沒有再寫下去了 有些人覺得說是不是蘇柏特他自己認為說 他已經把這個第一樂章寫得太滿又太精彩 但是的確是這首曲子裡面充滿了戲劇性 有些旋律是非常非常的甜美 又有一些很像暴風雨來襲那樣子的爆發力 所以喜歡音樂的聽眾也可以來聽聽看 你是不是覺得你只要聽這個樂章你就很滿足了 我會不會聽聽聽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